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 那么又到了咱们这样一个周三的时间 那么在讲解今天的行情之前 我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是云游 云游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在我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之中 给大家画了这样的一条趋势线 那么事后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清楚的 是不是它又往上涨了 所以说朋友们 这是昨天给大家说到的一个顺势做多的一个行情 云游 那么目前来看做的非常的一个清楚 好 这个是云游依然沿着趋势线在往上涨 那么昨天也给大家说过黄金 对不对 这也是黄金昨天给大家去花的线 没有动 那么昨天的压力位在这里也非常的给大家说的非常的精准 是不是 行情还是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区间往下下来也有接近140个点 都是非常不错的利润空间 好 那么这是昨天给大家有去说到过的一些行情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机会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一个行情 欧元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一直有给大家去说这个通道 对不对 一直有给大家画的是这个通道的行情 那么欧元四小时级别 一直保持通道震荡的看法 对不对 好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那么还是这个通道里面 但是我会给大家额外提醒的是什么呢 那么目前这个通道下沿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位置的话 它这个行情 并没有直接打到这个上沿那个地方去 而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小幅的震荡 这种行情要警惕它走出凹端式 要警惕它跳水 所以说这是欧元 虽然还是通道里面的震荡 但是由于它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到这个通道上沿这里来 而是在这里通道的下沿在这里进行震荡 这个种族式要警惕它跳水 形成奥多式 这是欧元四小时级别的行情 好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压力位 那么压力位依然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昨天的高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日内的压力位 那么这是第一个点 这是第二个点 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是昨天摸的高点 所以这里就是欧元日内的压力位置 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附近找机会去做空 好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欧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英镑 英镑的行情四小时级别 一直给大家说震荡 那么从昨天这个行情来看 这里终于是有一个小刺破了 但是刺完之后它又上去了 还是非常的纠结 没有给一个干脆的行情 所以说这一个破位 现在目前客观上来讲 无法断定是真破位还是假破位 所以我们还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这就是英镑四小时级别的行情 好 那么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给大家画出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置 那么第一道压力位置 当然就是在这一块 这是第一道压力位置 朋友们 这是第一道压力位置 第二道压力位置 就是昨天我给大家说的这一块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 这就是英镑日内的两道压力位 第一道压力位 看这里 第二道压力位 看这里 这些位置 大家都可以考虑 找机会去做空它 好 这个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英镑 那么昨天其实有给大家去收到 这个位置的压力 事后来看也是非常精准 非常精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那么黄金四小时级别 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通道里面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没有走出来 还是在这个通道里面 所以 这个就是咱们的黄金的一个走势 这就是黄金的走势 目前的话 还在这个通道的一个震荡里面 四小时级别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给大家划出支撑压力位 那么压力位当然还是这里 这个没有疑问 那么支撑位依然看这个下面 所以这还是跟昨天的思路 差不多很多 四小时级别保持通道的震荡的看法 一小时级别 那么支撑压力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来回去操作 好吧 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云游 云游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四小时级别 非常清楚的多夺趋势 对不对 我也是在我的早房里面 一直给大家说多夺趋势 让大家去分低多分低多 对不对 目前来看 这一波上涨非常的稳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目前的话还是可以给大家 去画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地方 那么呢 今天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思路 那么呢 依然是顺势足多 不用想太多 那么呢 第一道支撑位 大家看这个地方 如果日内能跌到 大家可以考虑作为第一个多点 第二个多点 那么呢 就在这个下面 那么呢 也是趋势线支撑的地方 所以这是日内的两道支撑位置的地方 但凡它能够去往下回踩这些位置 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分低做多 这是云游非常清楚的一个思路 好 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早旁分析了全部的内容 相对来讲 云游是最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多头趋势 那么这些思路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借鉴 好吧 请朋友们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更及时的外汇交易机会 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 联系助理进入社区微信群和直播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 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